好 先喝一下这个拿不动的铁 墨水 这一杯我给它取名叫拿不动的铁 而这一杯我给它取名叫蓝蓝的奶奶子 跟你所想的不一样 它不是一杯普通的咖啡饮料 咖啡要真 前段时间我约了一个朋友去酒吧喝咖啡 刚走到吧台看到调酒师小姐姐这么有气质 我就跟她说我今天不点赞了 你推荐什么我就喝什么 几分钟后调酒师小姐姐拿过来了一杯 这是冰水加了一片斑蓝叶吗 我心想小姐姐是不是觉得 我像是那种从来没来过酒吧的小朋友 就给了我一杯冰水 我慢不经心的喝了一口 我靠怎么这么好喝 厚厚的滑滑的 调酒师小姐姐说这叫milk wash 是牛奶成型 我喝的这杯是澄清过后的牛奶做的调酒 我后来查了下资料 澄清技术 Clarification 在1711年就在纪维酒中运用了 澄清的方式有很多种 调酒师小姐姐这种是非常常见的蛋白澄清法 原理是牛奶中的蛋白质 会和柠檬的酸结合凝固 过滤后就可以得到一杯 既有厚实口感的 又有丝滑感的一杯澄清牛奶 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 一直沉浸在那杯澄清调酒中 于是我脑子里突然有一个idea闪现出来 那我能不能把我们平时经常喝的拿铁咖啡 通过这种方式把它做成透明的状态 接下来就有了我的探索之旅 开始尝试各种方式的澄清 牛奶澄清 咖啡澄清 牛奶咖啡的澄清 不同的比例 不同次数的过滤 那最终呈现出了我自己很满意的 就是大家片头中看到的拿不动的铁 以及蓝蓝的奶奶子 这个味道和颜值我只能说 酥酥麻麻的哟 但是这一次我要整股一下我的小伙伴们 我先给他们心理暗示一下 说我给他们尝一个非常牛的 很好喝的牛奶澄清 但是我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动点小手脚 小手脚 好 我等一下我就要去给你们做这个咖啡澄清了 好 期待 期待 明天有口福了啊 期待你的作品 期待 好 我去做了啊 好 我现在在准备这个所有要用到的这个原材料 我的这个柠檬汁啊 我多用了两杯的量 经过了过滤完之后 这两杯已经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过滤完后的这个绿纸 这杯叫拿不动的铁 这杯叫蓝蓝的奶奶子 我闻起来就是一股酸爽的那种感觉 等一下让他们尝一尝 看一下他们的反应到底怎么样 期待的适合环节来了 还是依然老样子 喵儿哥先来 你先喝这杯拿不动的铁 就是你看这个你感觉是什么 你猜一下 啥呀 我都已经给你暗示了 它叫拿不动的铁 拿铁你知道的吧 咖啡呀 这个就厉害了 我从这边看它怎么是红色的 叶三不一样 闻起来怎么样你觉得 有一个风味 有一款沐浴露你用过没 沐浴露 你还能说出来牌子 对 那个紫色的瓶子 没有咖啡味啊 有一种透明的酸奶的感觉 接下来这一杯 蓝蓝的奶奶子 都有个叠叠词的 这一杯它是没有咖啡的 它就是奶 这个好喝 这个不错 它有个花香在里面 你加花了 叠豆花 要不然它怎么可能是这种 奶奶籽的颜色呢 ok 这两杯你喜欢哪一个呢 蓝蓝 奶 蓝蓝慈 美丽的冰咖啡 冰美式 先喝一下 拿不动的铁 墨水 这不行了 怎么那么那么酸 然后接下来 三号选手 毕导来了 你先喝这个 拿不动的铁 哇 这个看着有点神奇啊 闻着有一股 柠檬的味道 和花香的味道 柠檬的那个沐浴露 尝一下哦 来一大口 还真的是 带酸味的肥皂水 特别解渴 我还满怀期待的 它是什么味道 然后有一股那种 微微的牛奶味 但是它更多的是 酸味在里面 喝完了 喝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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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的奶奶子 蓝蓝不是蓝蓝 蓝蓝的奶奶子 那我今天的 恶整视频就结束了 原来是恶整的 他们三个都以为我是精心准备的分子料理澄清 结果没想到喝的时候被我恶整了 恶整成功 蓝蓝的奶奶子 灵感来源于蓝色的蝶豆花 遇到柠檬的酸之后 会变成淡淡的紫色 那与此同时还保留一些最初的蓝色 因此我取名叫蓝蓝的奶奶子 拿不动的铁 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拿铁咖啡 那这是一杯加了牛奶的冷脆咖啡 所以类似拿铁咖啡 但又不是 因此我取名叫拿不动的铁 好 来 然后今天给你们三个喝的是正常制作的分量的 他不会又在骗我 这次真的是正常的味道啊 看这颜色就不对劲了 压实绿 你看这个绿绿的 还是有防备心的 陶芋圆三结义 干了啊 我先干了啊 有点发酵的酒味感觉 哎呦不错 没有骗你吧 弱化了的肥皂水 饱喝 比较柔和一点 这次我喝到了咖啡 我什么也没喝到 就比上次少有点酸 像葡萄酒 就是那个白葡萄酒的味 葡萄汁的 不是我喜欢的 香料的味道 香茅的味道 香茅的味道 夫妻 没有你惊 gracias